各位好,今天剛剛走過深水埗太子一帶 那一座文青區 交修完一些玩具 坐下吃個東西一個人 很享受,想過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走過這座文青區,變成一座花店 一個很漂亮的心形花牌 那些叫白色,不是神白色的玫瑰 做了一個花牌很漂亮 我想會不會是結婚用 但忽然記得當年我爸爸媽媽離世的時候 他們剛剛離世的時候 我們當然做子女當然是做些事情 設靈堂,基督教儀式 亦都放了很漂亮的心形花牌在中間 就是我們做給我們爸爸或者媽媽 當時兩次的喪事都走 那是很漂亮的 剛才在街上看到那個麥羊 不如想起這件事 我覺得好像都 當時我覺得做了很漂亮的花牌給爸爸媽媽 有心意 但忽然想起我們是否到那天 所以對我們最親的人或者最愛的人做這種心意 如果讓我選擇 我寧願送多在他們在生的時候 送多十次 一百次 或者做相同的東西 令他們有這麼開心的感覺 而不是等我們已經離開了才做 希望我這個小小的點滴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對你有啟發 或者對你有些小小的刺激 好,thank you,bye bye